1 2 2 成妮 好了 就不要再撐 Cannon 分數再低也沒有KentKent的30分低 你看Kent… 你安慰她… 我30分 你應該也不可能爛到哪裡去了 對喔 這好名聲紙 還有人 沒關係 媽媽也考過15分啊 他只考了5分 我的目標就是當一位藝人 要很努力的去學習 像憲哥阿伯一樣 真的好 看起來比妳老爸年輕那麼多 謝謝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上課囉 來…老師說我跟妳講 考卷直接先發下去 直接考試嗎 台灣綜藝節目第一次有人這樣幹 各位 我們這樣壓力很大耶 聊了非常多有關我們孩子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 對 非常重要喔 這裡面搞不好有總統 副總統 新政院大大 都從政的耶 航空公司的創辦人都有 對… 真的 對不對 韓式燒肉店的董娘 對不對 爸媽不要太高興 還沒發生 我們可愛的老師 老師你好 Eva 你好 我還在改吧 那沒關係 那麼幾位我們的苦情婦母 爸爸媽媽們真的辛苦 太辛苦了 但是請他們來上節目 他們今天終於可以放鬆一點了 對 放鬆 對 因為今天可以告訴大家 怎麼交小朋友會比較容易 沒有 什麼叫放鬆 孩子的成績 父母親的面子 真的假的 你說…都已經送到學校 我們還不講求成績 不求成績求什麼 有種說什麼 沒關係 評德最重要 對 是什麼 因為 因為 妳只好 妳怎麼… 妳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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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來…希德跟甄莉來 歡迎 妳們兩個 Vibi Vibi 今天為什麼不帶Sky來考試 妳不要這樣… 特別這樣說… 妳知道的 她們家那個Sky太可愛了 太可愛 她們家Sky知道說 今天要考試 哪有這樣子 人家很乖啊 妳們… 妳們這個Vibi她最不會的 最討厭的 是哪一個科目 應該是英文 因為她念的是國際部 國際部 對 她念國際部 所以她念的那個 所有的課程是跟著 國外的課程一起走的 是… 所以她不是正統的那個 語言太重要了 對… 所以現在對她說 可能在一些單字方面 可能比較深 或幹嘛 她會比較 對她來說比較稍微困難一點 希德妳有在注意妳們家寶貝嗎 其實我對她是比較 沒有啦 太放棄 放棄 就是讓她自主 自主性管理 對 從小的時候 我們真的沒有放棄她 你們沒有人家沒來就這樣講嗎 妳聽過 妳聽過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請 果文家教跟英文家教嘛 一年級 真的很早 就是弟弟 就是弟弟 真的嗎 太誇張了吧 功課需要爸爸媽媽嗎 頂妳需要嗎 不需要 不需要 妳的成績單會給他們看嗎 不會 好 謝謝 不會 不會 請來了 M還有佩儀傑 嗨 兩位的貝克語 感覺就是一個很會自理的孩子 不是 是一個壓力很大的孩子 還是憲哥了解 已經是教育 可以嗎 對 還是憲哥了解 沒有在管她對不對 媽媽管 因為我常常不在家 常不在 所以她比較管 但是我很喜歡她的成績單 都是管其中跟其末的 佩儀姐 我們每次都講妳 給她壓力太大 對 她學想要提起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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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英文 還有什麼 數學什麼 妳今天要不要跳繩 什麼態度 不會啦 妳是Model出身的 對啊 媽媽高 兒子一定高 對啊 可是如果能夠跳繩的話 如果能夠再更高 爸爸有給她遺傳好的智慧 對啊 對啊 聰明 爸爸聰明 會不會壓力很大 功課方面壓力比較大 國中二年級 現在應該有開始有升學的緊張感了 對 壓力很大對不對 但媽媽讓妳抓寶可夢 那是例外 例外 就是大部分不會玩手機 大部分不會玩手機 那也不錯啊 是嗎 沒事 那跟爸爸一起 世界抓的 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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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對啊 要跟孩子融在一起 就是陪他一起玩 對 像我爸 其實跟Pokemon 可以玩的東西是很多的 不一定玩那個電動遊戲 手機 他可能陪他玩球 打球 也好… 游泳 運動 也球拳嘛 對不對 那是不一樣 這邊都未成年 來…妳今天帶來的是 我們KenKen 很明白 還好 我要二選一耶 KenKen的目標就是要當主持人 對 他想當藝人 他學習好不好 不是 學習OK啦 我跟你講 憲哥 像我們兩個 反正我們年輕 讀書也讀得不怎麼好嘛 然後我覺得對孩子 他只要態度對了 什麼都好啦 對 真的 這就是因為 可是媽媽很在乎他的成績 對 我以前真的非常在乎 他們成績 所以他們以前會壓力大到 不想回家 志遠 我當然一定是沒有給小朋友 很大的壓力 尤其在課業上 不要啦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為什麼 我還對呀 他們成績很不錯啊 成績好可愛 我剛剛基本上也是一樣 他在學習得太… 他只要懂或者是說 有了解到就好 不需要在分數上面 對我來講不是很重要 對啦 他曾經在考試嘛 因為我知道他的那個課業上面 是數學比較大一點 對 他回來的時候他很擔心 然後我說沒關係 那你跟我講多少分數 他在拿出來要叫我簽名的時候 我說你好厲害 你給爸爸考一個很好的名牌 39分 39… 39是你的廢號 你確定沒有你講這個分數嗎 其實分數對來講不重要 真的 這個秀琴帶著陳寗來上節目 她在外面 然後看媽媽在唱歌比賽 然後媽媽被淘汰了 女兒在外面哭啊 因為媽媽練得很辛苦對不對 對啊 這要我們家幾個 看到她爸爸被淘汰 好可愛 她好愛媽媽 一定要的嗎 沒有 就是從小就是跟她說 就是某顆可能不好 其他顆我覺得你有這樣的水準 你就不能低於那個水準 對 不能放手 也是啦 有一個標準 對 標準 努力 至少一個強項 對 要負責任的 老師是在哪裡教書 跑補習班 跑補習班 EVA老師 對 老師可以拿考卷發下去了 來囉 直接就要進行一個考試 考試 對… 對 因為她在考試 她在考試 她在考試 二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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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 天啊 孩子就取時間好好寫 然後其他科都考得很好 就讀語文 就拜在這一科 奇怪耶 對 她這次還跟我講 媽媽 我覺得我閱讀有障礙 她就推給人說眼睛有問題 閱讀有障礙 可是確實有孩子是有閱讀障礙 她可以去檢測的 怎麼檢測 她就是她可以去健康中心檢測 就是有些孩子她讀字 她會跳字或跳行 她說只要題目是有五六行的 對 她就搞不清楚 會跳得來跳去亂七八糟 真的會 亞蘭就是這一種人 閱讀障礙 寫完了嗎 寫完了嗎 不是 沒有 你就不會啦 沒關係 慢慢來 Bibi… Bibi的那個英文的問題 爸爸又採取什麼方式去補救 沒有辦法補救 因為媽媽爸爸比她更爛 她的英文都比我們好 真的 可是學校還是要求成績 或是升學的話 所以譬如說她拿成績單來看 她給我看 我就會說 你現在做的你會了嗎 她說不會 有些就不會 我會說 對不對 你要問老師問到會為止 Ken…她算是一個態度 自己比較積極的人 所以我覺得是因材施教 真的 她之前很ㄍㄧㄥ 她是明天要大考對不對 她今天說爸爸 考我 考完了以後 我說好了 妳趕快去睡覺 可以了 然後她的數學 放餐桌 爸 妳不要收喔 我說幹嘛不要收 明天早上我起來吃早餐 我自己要再看一下 而且她連上廁所 都要把課本拿出來看 但是為什麼她會做這麼大的改變 她一開始是不愛讀書的 她是被擊的 被同學擊 因為我非常感謝那個同學 有一次我去學校接她 然後我就看她臉很臭 然後眼眶含淚 然後她一上車 我就說你今天心情不好 你怎麼了 怎麼了 然後她就大哭 我搞不好 我同學一直笑我 好可憐喔 她同學她就 因為她 我記得她好像考六十幾分 然後她坐她旁邊跟前面的同學 一直笑她說 你怎麼考六十幾分 然後很大聲 從那一次之後開始 她就很努力的補師 奮發向上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很棒 天天不得了 我拿模範生 她說回來你知道我開心到 對 真的 你這樣有這樣 總好 太了不起了 這孩子 爸爸媽媽從小功課 沒幾次即可的 所以你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同儕的激勵 對 同學跟那種大家互相激勵 比如班上有喜歡的女生 對 你覺得功課對她引起注意了 對 像我來講 我們就沒有同儕的激勵 你沒有 有一次 我有一次考了二十六分 我那永遠記得 真爛 我是登上前三名 真爛 原來… 憲哥 現在老師已經可以把凱卷 考卷改好的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了 每顆有很多青春 天啊 很厲害耶 心目是不是很難 兒子的考卷紅得滿多的 你該不會叫你讀書你不讀吧 爸爸媽媽妳覺得她的國文 60 60 爸爸妳覺得呢 60 70 75 75 75 滿不錯的喔 爸爸對孩子有信心嘛 對 接受吧 爸爸媽媽 現場考試 陳琳紅妹內部 陳琳 好了 你就不要再撐了 來 分數再低也沒有KanKan 對 三十分低啦 你看KanKan很爛喔 你安慰她… 我30嗎 你應該也不可能爛都哪裡去了 對啊 連妳 我比賽時還要爛 沒關係 媽媽也得到15分啊 對 超級厲害 她只考了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 媽媽…妳覺得她的國文 六十 六十 爸爸妳覺得呢 六十 七十 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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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對孩子有信心嘛 對 接受吧 爸爸媽媽 怎麼會見爸爸 媽媽 重新給她一張考卷 妳底下是不是有課本 讓她自己去找答案 OK… 自己找答案都找不出來 那就有問題了 是 第二位 Phebe同學 又打了個叉叉 我看前陰天的考卷一直在打叉 陳霖在那裡 陳霖… 陳霖… 她在公公輪賽了 妹妹 都在公公輪賽了 她最好 她她念念有誓 妳以為她在被公事 其實不是 她今天為什麼要接這種通告呢 我爸媽也真是 把我烤肉店不去經營 把我帶來這裡考試 這有丟臉 等一下成績出來 同學都會看到 全世界都知道 沒關係… 好啦 菲比有什麼 分數不重要 陳妮 爸爸說分數不重要 沒關係 你只要有寫就好了 不要空白 爸爸…幾分 菲比的成績 她念的是國際學校 對 不是 可是 可是她沒有那麼在教文法的部分 所以我文法比較差 解釋就是掩飾 不要… 沒有關係 解釋就是掩飾 真的 可是學校真的不是學那些 沒關係 你放心 成績不重要 爸媽的猜測大概菲比可以得到幾分 所以應該有幾個吧 60 60 爸爸猜 我本來想給她80 可能還講到說文法 那大概也剩70好了 70 合理啦 要不然讀國際學校 怎麼可能沒有60呢 對啊 成績應該會滿好的 怎麼樣 菲比怎麼樣 就是文法不會而已 沒有關係 她不斷在解釋 妳就說不斷在掩飾 各位 她的成績48分 還滿高的啦 還滿高的 就接近50… 算數啦 厲害啦 沒事… 沒有關係 菲比 你不要這麼容易被打敗 這只是一天 而且這只是個通告而已 對 不會寄到你的成績單裡面 乖 再來 這個是誰的 KenKen的自然科 他最弱的自然科 自然科已經OK啦 我對他有信心啦 多少 大概起碼有個73 73 漂亮 連尾數都猜了 尾數都猜出了 中了就真的買名牌 中了其中一個字 就是尾數嗎 他中的就是 你看 人家說是30分吧 現在可以看字典了 不是 可以查你的 你的書可以拿出來 對 就可以有書可以拿出來 KKen 你的也可以Open Book 我們今天這個是來打擊小朋友 No… 30 經過今天這一集之後 她的人生 她懂得怎麼樣去為自己 而做努力 真的 找到答案才是重點 來 陳寧 好了 你就不要再撐了 沒關係 沒關係啦 我先擋住父母親的視線 好了嗎 陳寧 沒關係 因為 不會 沒關係 好 OK 來 沒關係 等一下可以有 另外一個討件 寶貝 沒關係嘛 這孩子們好可憐 沒關係嘛 先拿走一下 沒關係啦 陳寧 沒關係啦 大家都跑不好啊 陳寧 你分數再低也沒有KKen 的30分低啦 對啊 你看KenKen 你安慰他… 我30分 你應該也不可能 爛到哪裡去了 KKen 好可憐 陳寧 沒關係 沒關係啦 沒有時間到要收卷了 時間到要收卷了 好可憐 沒關係啦 我緊張什麼 成績不重要 陳寧 沒有關係啦 真的不重要 爸爸的數學 從來沒有超過十位數 我們都七八分在跑 爸爸叫我爸說還有… 沒有要看到KKen 30 對不對 沒關係啦 對啊 哥哥貝克語 哥哥也沒有多高 你不能來 你不是… 那個是… 還沒… 陳寧不要哭 沒事 我比30還要冷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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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關係 對 你會考慮就好了 對啊 爸爸媽媽也考過15分啊 對啊 我實在不好意思講我兒子的 秀琴 你說你考過15分 他只考了10分 他只考了15分 沒關係啦 真的比爸爸還… 好像很酷喔 好感動 你仔細看這一幕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今天請你們來的原因 就是要讓你們看這一幕 為什麼 他現在連理你們的心情都沒有 因為他必須要學著 真的 沒錯 這個方式是不是很棒 非常好 你哽咽囉 就學校的那個課程是太多了 所以他考完試以後 他沒有時間定真 他好定真 他就是只能看對的答案而已 不知道為什麼他錯了 所以就是不好 對 像這種方式 他爸爸每次都說 你考不對的考卷拿回來 我們自己再去查 對 不能只是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對 考試的時候 他的不會 他做不出來答案 會讓他很無阻 而現在這本課本 就是漂流在海上的一根浮沫 但是這根浮沫還是有作用 你搬上去 你至少不會溺死 你趕快 可以想辦法找答案 他這個時候的認真的態度 對 可能是你這一生都沒有看過 對 其實看了很感動 而且貝克宇已經考完 第二次考試了 你看… 好快喔 貝克宇在笑了 你看到沒有 對啊 充滿信心 信心的笑容 還翹腳 還翹腳了 你看到沒有 你看課本 你還考張 怎樣 好 很爛喔 你們自己把分數念出來 多少 真的假的 要去被記主了 記主了 對…我們家 從來沒有這種 我趕快交給Sam 我把它擺在書房裡面 當作你的一個紀念 對… 因為它就是那麼有用 對啊 很多東西不是用頭腦去死記 你就會 我這一份如果收起來 給志遠 或者秀琴再考一次的話 有這麼…真的嗎 應該也是都忘光光了 題目有這麼難嗎 也是說Open Book嗎 要不然我考你們一題 好… 三月不知肉味 因為都不是烤肉啊 三月是春天 又不是中秋節什麼之類 三月是指三個月 三個月 對啊 你自己記啊 這不是秋天什麼之類 不是季節嘛 我解釋給你聽 來 跟大家說一下 唱歌或者演奏停止的時候 悠揚的聲音 好像在房梁上迴旋 形容歌唱或者樂曲聲 優美動聽 韻味深藏 是這樣子喔 這是她寫的 這跟肉不一樣 現在是這樣解釋啊 是這樣子 對啊 意思就是她聽完這個音樂之後 她一直沈浸在裡面 她即便吃了肉 她也好像吃不到味道一樣 好難喔 我也想不出來耶 但這個現在真的很少人這樣講 對啊 很少人會這樣講 成功 來… 爸爸還說難得要用手機拍照 不是 我幫你拍 你這個拿著這個板子好不好 沒有 太難得了 沒有…我跟你講… 我幫你拍 你知道 好可愛 兩位把他反過來 對… 反過來 好 我們一起幫你們合照 合影一招 就從來沒有 只有像你的關節 貝克宇妳要不要在後面 貝克妳在那邊站著 對 爸爸的驕傲 去… 對 然後比讚… 妳要比讚 讚… 我們離開一下… 太感人了 中幼子可以的 好可怕 太讚了 真的 爸爸 我跟你講 爸爸晚上睡覺做夢都會笑 對 好 要看成績了 剛剛我們Phoebe的成績是48分 那個是沒有打開輸 所以打開輸我相信她應該會稍 比這個好多了 應該有到70 70 大概就88 88 88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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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對A 0B 對 各位 1A 0B 68 進步了20分 好棒 其實這次真的已經很… 我原題還沒寫完耶 這個也是拿回去做紀念 需要拍照嗎 我們這邊有免費拍照嗎 不用… 其實我覺得她是理解啦 但是真的是中文的問題 中文寫不出來 對 對 會組織 但是她其實翻譯都還做得滿好的 對啊 爸媽不用擔心 她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孩子 太可憐 貝克宇暖心表現 承琳開心結束 貝克宇哥哥你可不可以去交換 承琳妹妹好不好 順便你們倆可以交換LINE 對 剛剛考時分 好 那現在是 馬上拍照啊 貝克宇一起來拍照 你自己拿著 好不好 1 2 會… 謝謝… 還挺過的拍照 親家公要不要一起… 親家公… 恭喜… 親家公… 就隨便欠 真是滿意願的 請要不要不介意欠姐 陳琳可以嫁了 可以 真的 再過關 OK啊 其實我覺得她是理解啦 但是真的是中文的問題 中文寫不出來 對 會組織不起來 但是她其實翻譯都還做得滿好的 對啊 爸媽不用擔心 她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孩子 天堅的成績感 來 但是她走不到 這個結起來… 她們三個好適合同一班耶 這個沒有 因為 你看貝克宇現在會要真交人家 就會這個到這邊 就讓那種大哥哥大姐在交小朋友 那個芬哥與哥哥 妳可不可以去交一下陳琳妹妹好不好 順便你們倆可以交換LINE 對 有些在學校為了名次的問題 有些同學可以跟妳分享 對 你看這個畫面很適合聽小幸運 好 肯肯的我們要看成績了 覺得肯肯剛剛考幾個 肯肯剛剛考的是自然科 只有三雜婚 三雜婚 好不好 那現在呢 40吧 怎麼這樣沒有自信 沒有啦 其實我們也很想有自信 我覺得她應該有機格 但我剛剛看她速度 大概三次把課本收起來 呈現放棄的狀態 可是你看她現在考卷交得很認真的 想要Figure out答案是什麼 我猜高一點 好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66之類的 66 是少66 我覺得70 正確的分數 70 70 70 好可惜喔 我已經可以40分了 好可惜喔 不錯… 交到爸爸媽媽的手上 陳琳的部分 我們會分成 上下幾分 等等 怎麼會這樣 所以讓她自己去發授 你看這樣會不會打擊到她的心情 剛剛考幾分 不會啦 剛剛我們陳琳的成績是10分 10分 爸爸媽媽覺得她可以進步到哪裡 我覺得分數真的對我來講不重要 不重要 對 她只要 我其實有雷稿的時候 我跟所有單位講說 不要難過… 不會…她只要有進步 她這次考10分 她只要有進步1分 我就說妳進步了 對 對 所以對我來講是不重要 1分 2分可以 1分 都沒有關係 她會讓妳滿意兩次 沒有 分數不代表她未來的路 一定不好 對… 媽媽 媽媽呢 如果說她在這一刻 真的就是她沒有辦法了 我就不會一直針對她這個科目 她如果說別的科目是比較好 不要再講 她又要哭了啦 不會 她現在很堅強的 因為她其他的科目她是很OK 接受嘛 對 剛剛考10分 但現在是95分 馬上拍照了 拍照… 拍照… 準備過門 拍… 拍照… 現在有沒有這樣 拍照… 這輩子也沒有考過95分嘛 真的 有…她有… 我有考 我們過去 快 對…妳們配… 來 我幫我 這是這個90分 應該要感謝貝克宇吧 95耶 95分耶 對 將近滿分 妳去 來…拍照 妹妹 妳幹嘛哭 陳妮幹嘛哭 我來 貝克宇一起來拍照 來 有沒有 貝克宇 1 2 2 會來的… 2 2 謝謝… 還提供拍照 親家公要不要一起… 親家公要不要一起… 恭喜… 親家公謝謝… 早就決定一切真是滿浪漫的 親家公謝謝… 謝謝… 有沒有看到 我國文很好 我可以教貝克宇的 好… 太棒了… 所以問題就縮小了 她只要去知道說 原來是這樣 我找到答案 把它放進去就是95分 其實認真自己找就會有記憶了 對 不用硬背死背這樣 所以回去我們試試看這種方式 真的會不錯 數學不用背了 妳就拿課本出來研究說 這個為什麼這樣為什麼 Why… 得到一個答案 對 這樣就好了 慢慢來 數學是不是很簡單 不是 那妳都考95分啦 因為Open Book 什麼… 當妳知道答案的時候 原來是這麼簡單對不對 對… 我們孩子最重要就是表達的能力 還有啊 解決問題的能力 解決問題之後也要表達得出來 我來考他們一個問題 選一位 貝克宇 隔壁同學考試偷看妳的答案 老師要妳當面指認 他有沒有作弊 妳怎麼辦 開始 不是… 不是 妳不能把真的講出來 妳要怎麼 他到底什麼要作弊 我要先 我要幫他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旁邊的 他跟你又交情不錯 但他確實作弊 老師問 貝克宇 誰 有誰作弊 妳會指認嗎 會啊 為什麼 如果是妳最好的朋友 他正在幫他 對 在幫他 你是對的 告訴他說 說不可以作弊 而不是繼續放縱他去作弊 很棒喔 很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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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陳琳可以嫁了 可以 真的 這不管 OK OK 這回合應該是接請給我們一些空間 好 那我問陳琳這一題 好 每次要分組的時候 全班同學都不跟妳一組 妳會怎麼辦 大家不跟妳同一組 怎麼辦 自己一組吧 自己跟自己啊 但是妳如果要表達出來告訴老師 或是告訴同學說 就跟男生一組啊 怎麼有點像媽媽的語氣啊 有事嗎 你們 對啊 沒有一定要有人 那怎麼辦 妳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說耶 就大概是 妳看 孩子要讓他懂得怎麼說 對 妳有想法才能有說法 有說法才能有做法 對 妳如果傻過 有一種很傻的 拼命做… 他沒有想法 對 或是他說不清楚 其實這個時候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這時候都會跟媽媽講 我說妳不要 因為秀琴她很擔心女兒的表達 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她會用她的方式說 我告訴妳怎麼講什麼 不用逼她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妳讓她自己發揮錯就算了 真的 因為她怕 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兒就是 表現得不好 今天我們正常在開家常會 真的 媽媽也需要 因為你看剛剛在問她 她媽媽一直在回答 就自己一組啊 所以老師一組啊 就怎樣一組啊 她就再大一點就可以買醉嘛 好 OK 我好像講太大聲了 來… Phoebe 妳的作業只寫到一半 結果爸爸媽媽卻要妳先睡覺休息 妳會怎麼辦 就明天早上去校舍上寫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有沒有看到 妳是不是要培養她表達的能力 對 這個很重要 她曾經有一次就是也是前一天晚上說 妳明天早上可不可以先載我去學校 我說妳有校車幹嘛我載妳去 她有一個科目功課放在學校 是不是 還是沒帶 對 她說我要先到學校去寫 有沒有 所以小孩子 我覺得這樣就很OK 對 因為小孩真的是 這樣死蓋就不一樣喔 對 死蓋就不會 死蓋我就問她說 妳功課寫完沒 她說沒有 因為我忘了帶 那怎麼辦 有不同的科目 有不同的反應 來 Ken Ken 好 狀況來了 當妳看見有一個同學 老師被大家集體霸凌的時候 妳會怎麼樣 挺身或出 就先告訴老師 然後 就等老師來再一起解決吧 因為如果自己去的話 應該反而自己也會被打吧 很了解 亮麗而為 照著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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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就可以解釋被做的 真的 當然… 但是我跟你講 Ken Ken以前曾經真的 在班上發生過有一次 班上有一個同學 然後大家都不太理他 然後可能他可能自己在表達 或什麼自己上比較 被排擠掉了 結果有一天下課的時候 我就看他跟那個同學 一起出校門 講話有說有笑 然後到我這邊來 我們就要走 我說他是你的同學好朋友嗎 介紹給爸爸認識啊 他說沒有 因為他在班上被排擠了 沒有同學理他 所以他覺得他必須去理他 對 好同情心喔 對啊 馬上就要讓小朋友真正來 把心裡面的話講出來 而這一個圓台上 只有他能講話 也沒有別人了 因為它叫做Speech 讓我們歡迎貝克宇同學 我的未來不是夢 KKen說實話 吳東線 胡湯明意外重見 我的目標就是當一位藝人 要很努力的去學習 像憲哥阿伯一樣 這麼厲害 期待自己能夠像憲哥阿伯一樣 我學多文 這個妳也唯一這個說話 有一點怪怪的就是 叫憲哥就好 馬上就要讓小朋友真正來 把心裡面的話講出來 而這一個圓台上 只有他能講話也沒有別人了 因為它叫做Speech 讓我們歡迎貝克宇同學 我的未來不是夢 來 加油 好 我叫貝克宇 我長大的夢想有很多 但我最希望我可以繼續走演藝圈 再來 第二個我是希望我也可以當律師 因為我相信大家家長 都會覺得說一定是要讀書 才可以去當律師 我非常覺得這件事是我非常反對 我覺得說為什麼一個人的夢想 一定要用讀書來評斷說 你讀得好不好你就可以當律師 或者是你…不讀書 你就不可以去當這一個行業 而是你真的有去認真去讀 這一個行業的東西 不應該是讀律師學業 所以為什麼要考數學國文這些 你法律懂了 你當然其他科在律師那裡 很少會用到 談判能力最重要 就是好好讀好法律 好好背好那些法律條文 我當然以後也可以去 再來練習這些說話技巧 以後能在這一個演藝圈也能發展一下 還有背東西的能力也要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並不是一個夢想 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是去教小孩 不是用…一定要是考試… 而是去針對說 小朋友你在國中或高中的時候 應該要學習自己喜歡的那個科目 而不是全部都補 在最後不一定每一顆都好 而是去補你真正喜歡的那一顆 讓你長大以後去有成就的 發展出那一個的地方 而不是說就是大家每個都不好 我希望我可以走律師 我也希望我可以當演員 這就是我的演講 謝謝 很厲害 小五哥有做單位的小五哥 來… 你知道嗎 製作單位總會跟我講 寫一篇稿是… 要講一個小時 我說兒子你打個稿吧 打稿幹嘛 我說你不打稿 你當時要講一個小時 要一分鐘耶 我就自己臨時想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要背的話 我反而蹦蹦蹦蹦蹦蹦要背 我看到的是一個驕傲的母親有沒有 你還要一直按個炸鐺 還扭屁股 因為我在她十三十年的時候 她交得好… 我沒有這種口罩 對 她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當她知道說 我要在台上自己一個人 旁邊沒有任何依靠 我靠我自己要去講出來這些事 教她清楚 這就是表達能力 太重要了 你的未來董事夢 好棒 輸重告訴你 現在直接去當律師了 好 謝謝貝克宇 有為… 真的是有為 好 第二棒誰要上來 Phoebe 乖 預備 開始 沒有人知道自己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只能靜靜的等待 時間的到來 但是我對我自己的未來 有很多種想法 我對我未來最大的期望就是 可以完成我的夢想 OK啊 但是我也希望可以有一個 簡單單的生活 但也就是所以是要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要去 不要輕易被別人受影響 然後但是同時也是要 有一個豐富精采的人生 然後… 然後規劃好自己的目標 然後一步一步向前進 然後 但是有人說計畫來不及變化 所以我們也只能 前面還不錯 我們後面聽天由命 還有… 還有補妝 沒有… 寶貝 接著 你不… 你不需要把最近 很棒耶 沒有啦 沒有 爸媽放心 因為最近國文剛好交到 聽天由命 想說聽起來很體面 結果拿出來講 下班了爸爸陸續續回家 然後爸爸媽媽的觀感有沒有 語文的表達是不是很重要 對 真的 比什麼 沒有 再也沒有比什麼更重要 還有一種孩子更可怕 怎麼樣 他連痛都不敢講 在教室裡面 一直忍 在教室裡面竟然有同學 因為他內向很視頻 到國小五年級我同班同學 他竟然因為想尿尿 他不敢跟老師講 直接在課堂裡面就 憋住了 我就在旁邊 他很自癢 那個水就從那邊一直流過來 然後他臉就跟那個 長江黃河潰堤 不敢講 對 有沒有這樣的孩子 有 他飯飯上就有一個 他一學期沒聽過他同學講過話的 五 六年級 我大概聽他講話的次數 可以用手數得出來 五 六年 這個父母親是不是 五 六年級 兩年同班 兩年 Kenn Kenn 小王力宏 加油 我的未來 等一下 我未來的期待是一位藝人 但要很努力 學習一些才藝也要很大方 要努力讀書 充實自己 在心態上也要懂得學習 接受每個人的批評 也期待自己能夠 博學多文 然後 但是如果不努力 什麼事情也會做不好 都會做不好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當一位藝人 要很努力的去學習 對 對 謝謝大家 他這個算簡潔偶藥 對 對 對啊 OK 很清楚他當時 爸爸媽媽就是 就是藝人 然後你身上流著他們的血液 對 沒有問題了 好不好 但以後 這裡面唯一這個說話 有一點怪怪的就是 叫憲哥就好 不要叫他叫阿伯 再一次那個 憲伯 我看起來比你老爸年輕那麼多 你叫阿伯 對啊 很棒 天天 乖 你很棒 爸爸媽媽 來 我覺得很好 因為他從以前 如果叫他獨立站在舞台上講話 我們會有點不安 就是說到底表現得如何 其實我們都在學 學著說耐住性質 在他講話的過程我們不要插嘴 對 學會放手 學會放手 所以他今天這樣講 我覺得很好啊 很感動耶 很好啊 因為他自己有 釐清自己的想法嘛 那就自己去努力 他以前小時候是 連一句話都講不完整的 真的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很棒啊 KenKen 你很棒 加油… 這個去努力 來 再來是我們小拍拆 加油… 因為他從以前 如果叫他獨立站在舞台上講話 我們會有點不安 就是說到底表現得如何 其實我們都在學 學著說耐住性質 在他講話的過程我們不要插嘴 對 學會放手 學會放手 對 他自己表現 所以他今天這樣講 我覺得很好啊 很感動耶 很好啊 因為他自己有釐清自己的想法 那就自己去努力 他以前小時候是連一句話 都講不完整的 真的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很棒啊 KenKen 你很棒 加油… 這個去努力 再來是我們小拍拆 陳琳 哈囉 開始 加油 大家好 我是陳琳 我從小就生長在一個 明星和公眾人物的家庭下成長 我的爸爸是很有名的 一個棒球明星 我的媽媽是一個 然而爸爸媽媽 有生下我這個這麼好的一個孩子 傳授給我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基因 然後我也就是經過那麼 從小到大那個就是經過很多次 在電視螢幕上露臉的經驗 現在也不太會刻意去害怕說 一個人站在舞台上面 然後 我就是希望以後可以朝像歌手 唱跳歌手一樣 然後也像我的偶像酒令一樣 就是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到最後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大牌的巨星 我希望以後能跟她一樣很有魅力的 就是 謝謝大家 陳琳 陳琳成為蔡依林 誰的蔡依林 好壓抑耶 要不要來個下腰 下腰什麼 不要 不要亂去 來…爸爸媽媽很感動對不對 對啊 我都快哭了 妳幹嘛 剛才不敢看 不是 因為太緊張了 對 太緊張了 對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 我真的覺得他們成家的那個基因 實在太放鬆 放鬆到我這個媽媽 太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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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太鬆 女兒也很鬆 跟著放鬆到 我昨天晚上凌晨還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那個雷稿是說 小朋友有一分鐘的演講稿 沒有 我們剛剛在跟甄莉在聊 對 對啊 誰不是 原本的講稿還寫什麼 我媽媽是下育虎小的 蘑菇的媽媽 不是 沒有 她基本上 她是有先自己擬了一下 然後媽媽看了說 怎麼樣做補救 讓她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比較順暢 對 增加很多形容 好啊 還是有幫助妳啊 對 妳很棒了 真的啦 妳舞跳得也不錯嘛 來 來一段吧 對啊 真的嗎 來啊 蔡依林 來啊 蔡依林 來啊 隨便跳舞無所謂 來 Freestyle… 來 蔡依林 跟他講 在關我 いただいた 妳不要動 很好啊 很有立動感啊 對啊 媽媽 外婆真日的那個舞蹈 外婆真日的那個舞蹈 外婆真日的那個… 真跳 你不要反正想讓 你上門跳什麼 你怎麼動 妳不夠囉嗦耶 不要靜一點啦 不要理他 對 加油 陳琳 加油 很有自信啊 你看 對啊 越跳越厲害了啦 我的媽啊 掌聲鼓勵 太棒了 對啊 嗨嗨… 這樣很厲害耶 真的 太棒了 對啊 你叫佩儀潔在中間跳 也不敢 不要亂跳 對…不敢啦 這個就是一個可能性 好不好 演講也講得很棒 目標很明顯 很清楚 對 好好朝著這努力好不好 加油 很棒 還考95分 來… 太棒了… 沒事了 今天是一個 交流大會 與其說我們在教育孩子 是 不如說我們是在教育父母親 我也是人家的父母親 學著教孩子 對 學著 他以前曾經要寫一本書 書名是什麼 如何教育上一代 對 開頭 真的… 我剛剛不同意嘛 我前面寫得很好 還叫我寫序 我前面寫得很好 我開宗名義一打開就寫說 孩子你一定要懂得 你覺得很棒嗎 沒有 姐姐就是沒挑好 好了 做Ending 好 今天再次謝謝幾個可愛的小朋友 要學多 加油… 注意這個學習的這個方法很重要 要快樂 感謝各位爸爸媽媽 謝謝 太棒了 100分的這個等一下我會去拿 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加油 哈囉 下次再見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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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